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金铭制作主持的金叶来一顿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一样邀请到这个之前呢 上过我们节目的两位这个资深导游领队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要跟我们聊聊一些出国旅游的一些经验谈 那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叶俊阳 然后呢他的粉丝业叫叶教授 海天由中啪啪走粉丝团 然后这个担任导游领队二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叶教授好 那个金铭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第二位呢 是我们张阿吉的游乐世界 我们的吉哥张生吉 那他也从事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时间了 吉哥 那个鸡铭好 各位汉声的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这一集呢 就可能我们来细节的聊一些旅游的一些 特别的事情好不好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大家当然出国旅游都变成常态 甚至很多人他都可以自己找一些亲戚朋友 然后自己就一团 然后叫旅行社来报价或者是排行程 所以现在旅游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被动 已经可以主动出发了对不对 包括现在FBI或者是脸书 你就可以很容易去比价 然后还有呢 有些比如说呢 有些出国呢 大家会利用一些热门的时段 比如说寒暑假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是连假 我想说一开始是不是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遇到一些热门的一些季节的时候 我们在出国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或者是说呢 我们怎么样在热门时段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价钱的一个行程 有这个基本上像过年的话 你是除夕前三天出发 还是在年初三后才出发 那个价钱就差很多 那当然有一些上班族被假期绑死了 那个就很难说 可是有现在因为可以技术性调整的公司也蛮多的 就是大家同事换一下班稍微前后挪动的话 其实你不要卡在除夕当天出发 除夕前一天出发的价钱 可能就可以少掉十分之一 或者甚至于还更多 当然这个就要看见情况 所以就是说你在国外如果跨到除夕的话 价钱会便宜一点点 因为大家都想要除夕完才出国是不是 就是正规的最贵的时间是除夕当天出发 跟除夕前一天出发 这个是最贵的 那你如果再提早一天 再提早两天 因为是淡季 那一天的飞机就没人坐 所以光机票的这个消化的空间来说的话 就价差存在 好那挑对时间之外 那再来这个地点呢 有没有一些过年出国 然后有些地点是比较优惠的这样子 当然就是容易被大雪封路的地方 价格相当优惠 就是逆向操作就对 对那你本身就是去一些天气在当时相对非常棒的地方 它的单价就是一定高 所以你的意思 比如说日本北海道 过年出国就比较便宜 对今年特别是这样 长榮都飞不回来 还可以这样子莫名其妙多待几天 而且长榮还会包好几千块 甚至于上万块的红包给你 所以是意外的惊喜 没错没错 不会把你拖下飞机了 好那可是有些人 他出国一定要配合小朋友 是寒暑假 那寒暑假真的就会比较贵吗 会一定 但是寒暑假有一些像 如果孩子已经是大专的话 其实他在六月中就已经放假了 你六月中先出门 不要等到真正七月一号或六月底 那时候就整个都贵了 可是寒暑假有一个key point 也是便宜的地方 比如说八月二十五 因为大部分要开学了 相对应那时候人也少 那时候的机票也比较会有 那个溢价空间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光一个寒暑假来说 六月十号到十五号 这附近出发的团体 就可能会有 不见得会有 是因为如果你又一窝蜂 都往这个地方挤 他供不应求 反而又贵了 所以有的时候 吃好不要稍微 就是自己去 要点点去 就是暑假前跟这个暑假快要结束 对没错 价钱就会有影响 价钱一定有影响 然后有时候是我们这边不是节日 但是大陆那边是节日 或者是欧美有特殊节日 那价钱也会不一样 对而且特别要小心 这个就是做功课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旅行社的业务 都会善意提醒客人要避开 那时候要听进去 因为不可能旅行社不知道 旅行社是一定知道的 也会跟客人讲 这个牵扯到上一集有讲到 客人的耳朵不能半开半合 选自己要听的 所以说在听旅行社介绍方面的话 也尽可能把话听完整 像大陆的五一劳动节前三后期 十一大假前三后期 那十天去就是看人头 什么都不用看 所以一定要避开这个两大热门时段就对了 没错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 那为什么旅行社这时间还要出团 那他就避掉就好了 没办法因为我们签约的时候 我们机票还有所有的协力厂商 我们是签十段的 比如说是三四五三个月 或者甚至半年期 那你每一个月都会分配消化的量 这个是平均值 而不是说我就是 这时候我就都不要用不行的 我们的叶教授 你对这个假期这个选择 还有一些我们怎么样 一些比较巧妙的去选择一个适当的行程 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很中肯的选择 大家在家里面看Discovery就好了 什么地方也不要去 在家看电视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当然这是玩笑话 但是多年来的经验 早期的时候 我们出国是非常方便的 你说寒暑假出国 基本上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现在有个趋势 是大家都必须要去正视它 去重视它 就是陆克的对外的观光旅游 现在陆克已经跟蚂蚁一样 全世界到处跑 对 全世界 听好是全世界到处跑 他现在已经基本上 他不管你什么寒假暑假 什么春假 什么五一什么东西的 他基本上 他陆克已经是遍布全球 他去哪边玩 我们去哪边玩 基本上早期我们出国玩的时候 你要碰到一个大陆人还真难 现在你随便拿个石头丢过去 十个人大概八个是大陆人 像我家就住在西门町旁边 陆克来台最风光的时候 我们家西门町一排 根本听不到台湾高椅 听得到各省的乡音 是 是这个样子 那你现在 因为政局的关系 那陆克已经减少 大概八成不来 八成不来 那个其他 他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像韩国的那个萨德 那个布置的飞弹 他们也不去 对没错 那现在都往其他地方去跑 那所以说呢 我的觉得 我的觉得 各位你要什么时候出去 其实随时都可以走 你只要安排你的假期 你安排好了 其实讲严格一点 像极客刚刚讲的 避开五一 十一 春节什么东西的 避开那是我们应该有的尝试 那是本来就应该有的尝试 但是你今天如果说 因为现在的假期 而且不再属于那种大团体 像很多那种 两人成型 四人成型 六人成型 那种所谓的mini tour 或是steady tour 那像那种 你随时都可以走 简简单单 你弄好就可以走了 是这个样子 那你不必 我建议各位听众 你不必局限于 那种一定要参加团体 你参加那种半自由行的 现在人家网路发达 是 对不对 一个地图 Google map 那个一个地图 你自己玩得很开心 那你如果说真的是要一家人 大家出去 因为相对的 因为自由行比较贵 你的费用比较贵 那你那个参加团体 那个比较便宜 那你要去权衡 你要的是哪一种 因为现在背包客特别多 而且网路的作手也特别多 什么叫网路的作手 他去一个地方 就网路的携手 布洛克 我今天不是说布洛克不好 有些布洛克还是很好的 因为布洛克他如果说 他不是很客观公正的 来看待一条旅游线的话 他就乱写 他就会乱写 他不是说提供错的资讯 今天布洛克他去一个地方 他需要一个某方面的接待 或是怎么样 不如他的预期的时候 他写的就不一样 我懂不如他 两个布洛克 三个布洛克写一条线的时候 各位可以注意看 如果说你有看网路的部洛克的话 三个部洛克他去写同一个地方 我告诉你 通通你得到的反应 完全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有的说这个好 有的说那个不好 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提醒过 不要听人家讲 自己去走一趟吧 好不 反正不是重大奖 就是共沽 真的 我讲的是比较实话一点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 那个叶哥你讲话很不负责 不实在 没有 我讲的是很负责的话 出去的时候 往往那几个也知道 往往出去的时候 在机场客人就问你说 我们现在去上海会不会下雨啊 天晓得 我说我拿两个十块钱 我不会看看好了 我怎么知道 但是天气预报说他会下雨 我提醒你带雨伞 万一没有下雨怎么办 天啊 大姐你就撑伞吧 那可以遮阳嘛 对不对 因为像这种客人 你说他的 你说他是常常出国的客人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因为他表现的是很优质的 他问人的问题很好笑 到了那个国外去旅游的时候 那个领队领队 那个你知道我妈在哪里 你自己的妈都不顾好 你自己的妈都不顾好 我怎么知道你妈在哪里 我顾二三十个人 你妈妈去哪里 她没有跟我报备 如果说你妈妈有跟我报备 我会说某某小姐 你妈妈去哪里了 突然间莫名其妙 那个拍完照 跟你妈妈走散了 领队你能不能看到我妈在哪里 天晓得 我只知道我妈在哪里 我不晓得你妈在哪里 可这个是习惯性的对不对 有些人他就习惯会问一些 无厘头的事情 问是无所谓 问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说 各位那个听众 你要什么时候出去玩 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出去玩 你只要挑选一个适合你的 自由行也好 办自由行也好 团体也好 那你要避开大陆那些五一啊十一啊 还有我们的那个春节啊 那个因为现在价格都是透明化的 对 你要出国早上 比如说我要去那个刚刚那个 那个金敏你讲 我去那个北海道玩 你上网路到三家旅行社 你抓三个北海道行程来 一比不就好了吗 对 对不对 你想去哪里啊 这个行程刚好有 那就就是这个 可是价格贵那怎么办 那请你退额求其是选第二个 又不行再选第三个 再不行你就慢慢抓吧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那个客人给我的建议 或说小一哥我们现在去哪里 哪边比较好玩 我说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你第一个脑海当中你浮现了 你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玩 趁着现在还能够走的时候 好好的去玩 不要辜负你的时光 就是把钱准备好 把时间准备好就可以出国了 对 旅游永远是一件高消费的事情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旅游永远永远是一件高消费的事情 你自由行 你办自由行 那个那个参加团体 团体你一个团也要一两万吧 你也要一两万吧 你怎么会有这平白一两万出来呢 你一定是平常省吃俭用嘛 省吃俭用啊 这里啊 搞不好你存了半年才一两万 你想要想好好的去享受一个行程 那就挑一两万 你可以负担得起的 你不要做到你能力不够的地方 还要去刷卡啦 还要去买什么东西啦 何必咧 但是有钱人那就 那是另当别论 我们常常在听他讲说 啊那个 那个什么景气不好啊 景气不好 大家都快饿死了 可是我们带团 我们在出镜的时候 我们在出镜大厅 看满坑满谷的人 永远都有人讲 永远 永远 这就很难去 很难去推论说 你景气怎么会不好啊 一堆人都出去玩 尤其是日本县 日本县是高消费的地方 哇 厂厂爆满 厂厂爆满 一台飞机坐的满满的 你觉得这个人 好 一台飞机 我飞日本县 我们算他两百个机位好了 一个团费 我们不要让他多 算三万可以吧 你两百个机位 团费三万就多少钱啊 六百万 六百万哎 天哪 而且一天飞了十几架次 没钱 景气不好 奇怪了 没钱 景气不好 应该在家里面 看discovery啊 你怎么会一直往外跑呢 你不要跟我讲 那个叶哥 因为团便宜 哪有可能两百多个位置 那个团都很便宜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做能力 该做的事情 你做得到多少 你能够参加多少行程 你挑时间也好 你不挑时间也好 避开那些 要注意的事情 现在是旅游的观念 日新月异啊 大家都很发达 你自己应该知道 我要建议你去哪里 如果你什么都付不起 什么都觉得这个不好 那个不行 那就在家里面 拿个遥控器看 discovery 对不对 太多了 网路YouTube一上去 你爱点哪里就去点哪里 你还可以去月球 对不对 你跟月球之旅走一趟吧 跟着阿姆斯壮当年的足迹你走一遍 我看了一个小时 我去月球玩了一趟 多好 宁静还多漂亮 多宁静啊 不用花钱 对还不用花钱 而且再来我觉得 是啊有时候这个出股啊 就是说我们会挑某一些季节去某一些地方 它是对的 可是相对因为大家都去 它价钱就贵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 以你们这个多年的经验 你们会怎么建议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夏天去新疆 那当然就便宜因为太热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说 我们在什么样的季节去 那个国家我们愿意花比较多的钱 或者是说我们宁愿逆向思考 我们去这个季节没有人去 我们就专门去这个地方 反而相对它人少 它价钱又便宜这样子 是因为每个地方都有淡季 就连北海道也会有淡季 那讲到这个的话 就是会特别去提醒大家天气 比如说像那个这几年那个北极震荡 大家都知道 可是没有一个人真的在自己身上去落实说 去记住气候变化了 樱花不开 旅行社的错 海豚这个季节没来 旅行社的错 这个时候火山不爆发 旅行社的错 其实不对 这个天天我们的这个新闻上面都有在报 今年北极震荡现象哪里特别冷 哪里特别热 所以说有异常的时候 你想去日本看樱花 你已经知道那个回温延后了 你还要在它原本的季节去报 那你自然就看不到 那你发现说便宜 以为自己占了个大便宜 结果回来一肚子气 说旅行社骗 其实没有啊 我们的新闻不就天天报 今年的整个气温上升 延后樱花大概延后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开 所以它真的价格高档的期间就是樱花生开的时候 这个是骗不了人的 好那要去哪边赏金 那跟洋流有关系 洋流又跟盛阴气温 海水温度有关系的时候 这个国际新闻也在报 但是客人就不愿意听进去 看到便宜 季节也对他就去了 可是问题就是可能提早三个月前就发生过了 或者延后两三个礼拜才发生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回头还是看自己 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要跟大家去挤在旺季去某一些特殊的地方 当然单价就会比较高 对 那如果你愿意避开人潮 然后去大家这个季节不会去的地方 相对价钱就便宜 而且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我拿我今年开工第一团吧 那个云南的香格里 那个三月份没人要去 应该是秋天去 对 秋天 其实应该讲春夏秋都有各个风景 而且特别漂亮 那为什么三月没人去 第一个大雪 大雪可能会封路 第二个就是那个人少 那时候刚过完年 大家手头上也比较没钱 然后飞机开的班次也少的时候 他当地刚好才清完道路 才刚开始路要通 可是今年带去的时候 连着八天那个雪下的刚刚好 我那一组客人就非常开心 因为去看到是有仿佛是到了那个阿尔伯斯3的感觉 所以说他们整个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找哪里人少 但是我不期待我看到最漂亮的 我给自己期待我能不能看到别的不一样的风景 那也是风景 就是心态要先做好准备 没错 不要在夏天想要去看樱花就看不到 对 其实客人的期待值跟他的失望值是成正比的 有时候不期而遇 柳暗花明又一春 给自己一个惊奇 一个surprise 我觉得很好 你像我们印象中的东北 我们去东北都一定要去冬天 冬天看冰雪大世界 其实东北的大陆东北的那个夏天跟秋天 是很漂亮的 有不同的美 你像我最近去出了一个外景 我们到那个沈阳的那个辽宁 那个辽宁的那个沈阳那个盘景 盘景那个地方一个红海滩 世界有名的 大概每年的六月份到七月份 他才大红 大概他那个假期大概在六月份到九月份 十月份左右 那红海滩是全世界有名的 那你什么时候要去看 你拼的六月份那个到十月份去 其实不用 其实其他的时间去的话 他也很漂亮 感觉 感觉上 所以一种心情 出门去玩就是一个心情 你心情把它调试好 就会有不同的惊喜 如果你越对他期待很大 你可能达不到你要求的时候 你的失望值越大 失落的感觉越大的时候 你回来就会投诉 那投诉其实根本怎么办 今天也没有说那个 小夜哥拿的刀压着你脖子 来 你一定要去参加这个行程 因为你挑的 这行程是你选的 而且搞不好是你选了四五家以后 比下来的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出去玩心情就放轻松 不要给自己一个太大的压力 顺其自然 美景就来 就是不要预期说你一定要看到什么 对 然后其实还是就算没有看到什么 你也会看到别的 你一定会看到东西 对 你像那个北海道 不是那个大雪封杀飞机都飞不出来 冰射八那个 那也是令 如果换一种心态想 哎呀 人家都没有遇到 我怎么遇到 当下你就觉得说我很倒霉 我很衰 可是人家都遇不到 你遇到了 而且都你还能够很平安 哪有那么好的领队 那么的导游在协助你 处理啊 或是干嘛的 我觉得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那个上班要迟到 要请假什么东西的 可是没有办法 这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我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 我会尽量去安抚我的客人 让他都能够很平静的 因为今天我要带你出国 我要带你到北海道去 我怎么知道他那一天会封山啊 我怎么知道那天会下大雪 刚好什么都封住 我怎么知道呢 都不知道 未来是个未知数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聊天一样 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客人好 还是不好啊 出去相处以后 五天六天七天八天十二天 相处以后才知道你好还是不好 我从来不希望我的客人 每一个客人都喜欢我 只要一个喜欢我就好了 我就觉得资回票价 因为五根手之肉伸出来都不一样长 我的表现可能客人不能接受 但是我不一定要你接受 我只要按照我的SOP 我来服务你 但是有一个 只要有一个 如果说你这个团都搞到说大家都不喜欢你 天怒人怨了 那你这个行也要退出了 我们刚讲到这个出国就会有期待 说因为你到哪里 你可能是为了看枫叶 或者是为了吃什么秋天的大闸蟹 你到某一个地方 但是你可能会失望落空 那以你们这个导游领队就这么多年 其实你们在机场看到游客的那一刹那 你们是不是心里会 一开始总会有些判断 对不对 这个客人可能难搞 这个客人可能怎么样 就是不像现在这么豁达 现在可能已经可以随意而安 或者是灵机应变 可是一开始入行的时候 心里就会先去猜这客人的个性 所以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现在很会看面相 多年的心得 这个基本上 那个我觉得相由心生 相由心生 那在我眼皮底下的客人 大概一两万有 一两万有 带过的 带过的客人一两万有 那大概早期傻傻的 早期傻傻的 后来呢就听我师傅讲的查研观色 查研观色 慢慢慢慢就判断 还真的是判断说八九不离十 我说这个客人怎么样怎么样 果然是怎么样怎么样 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那个基本上我们都会观察 真的会观察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那种电话说明会 很少开那种面对面的 面对面 很少很少 现在比他少一点 几乎都开电话说明会 电话说明会 我还能够平淡他的那个讲话的时候 我大概给客人 这个客人打几分 还果不其然 我很少有那种英国里翻船的 他也有啦 电话就大概能够判断八九成 然后电话在跟电话的声音 在跟人一对比较 差不多呢 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几个看的比我还准 那你这方面你会吗 机场就判断 早期还甚至于就是会 随着客人的情绪去运动 会被影响 客人机车我们就跟着机车 结果两败俱伤 那现在的话就是说 一样看得出来 但是呢 就是自己会散啦 现在是比较好 以前的表现比较贴近于 现在所有的导游领队在做的 一看到这个客人 啊我死了 先路为主 我差嘛 我苦 这八天不知道要怎么做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呢 自己就跟客人一样啊 啊怎么下雨 结果他不会转换说 情深深雨某某 下雨也可以心情大不同 对不对 然后你转换一个意境的时候 跟着小叶哥 留着小山羊虎 搭着雨伞搂着他的腰 这样出去逛 也是一种不同风景 所以说以前随着 那个客人的心态走 叫互相修理 现在大部分的导游领队 刚入行都会犯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彼此都会去 跟这一些朋友说 不要带着成见看世界 还有我们如果可以感动对方 感动一个是功力 感动两个是成就 感动整团 哇那个你就是功德无量了 对就是用这个角度 所以说现在反而就是 有一个心态叫做 享受这个过程带来的不愉快 工作没有愉快的啦 其实工作一来先是一个压力 再来求好心切 我们都一样 每一行每一夜都希望自己做得很完美 但是哪有完美 世界上不可能完美 所以我们到最后的话 就是会有一个想法就是 只要有80%的客人没有嫌弃我 还愿意比赞我就成功了 另外那两成就是大家随缘吧 反正一向就过去了 对对对 可能这一次带完团之后 以后老死不相往了 对很难再遇到 因为缘分 因为我带团始终讲究缘分 我今天这次带了你五天之后 可能这辈子我们再也碰不到面了 我都会用感性的诉求 让我的客人能够珍惜 我们五天相遇的缘分 如果有人不珍惜的话 那没办法了 那我就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我就治你 第二个方法就把你晾在那个地方 冷冻就对 就冷冻 但是我该有的服务还是要 我们不能说冷冻我不理你 怎么样 回来他要投诉你说 那个领队不理我 那是不对的 那所以说我觉得缘分 人生在世 那个七八十年 你真正能够出国 真正能够出国的 时间真的是不多 对没错 有的辛苦一辈子 这个年轻的时候为家庭奋斗 然后再来的时候是 生小孩带小孩 这个小孩成家利用 你还要帮他带孙子 这什么道理啊 对不对 你要好好地享受你的生活 等到你想要享受的时候 结果人挂了 钱在银行 人在天堂 然后一堆人为了 为了这些遗产的事情 在那边草东草西的 你死都不瞑目啊 所以我觉得趁着能够走 我还是呼吁各位听众 趁着能够走 赶快去走 这个世界等着你去好好的看一看走一走 不要浪费 真的不要浪费 我要再继续孙子 我疼儿子 要把孙子带孙子 你把他们从小长大 带到大 他们成家立业了 生了小孩 你还要再帮他带小孩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你有本事生小孩 自己带小孩 有本事 有本事的话 你不要那个 你的父母亲这样子这么辛苦 你还不让他出国去玩玩 哎呀 那个不好玩 不要去啦 你还是带我的小孩好了 我觉得没意思 真的 我觉得没意思 所以我很珍惜我跟客人之间的互动 缘分 没有缘分你不会上我的团 没有缘分你绝对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人的相遇都是缘分 其实像我自己出国 我也会观察我们同团的 那有时候遇到一家人那种老老少少 我心里就会觉得说 怎么遇到这个 因为有时候他们难免问题就比较多 比如说拖时间 或者是说老人家状况比较多 那像你们自己会 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客人 或者是比较觉得 我慘啊慘啊 这团怎么这样子老老少少 怎么状况这么多 你们现在心里会不会有一些预期的一个立场 当然啦 有像今年 今年到目前已经第十团了 每团都有人迟到 而且就是那两个 是年轻人还是一家子的人 比较会有这样的状况 不移而全 什么年纪都有 都有 然后最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脸皮薄 然后耳食很多 他声音应该都是都没有进到耳朵里面去 这个客人旁敲侧击在暗示明示 导游领队已经是从笑脸变成脸绷着 而且还明着讲说这样行程走不完 他都不为所动 那一种就自然会很头疼 后来你有跟他深谈吗 到底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直迟到 因为一开始可能第一次不小心就算了 可是后面一直迟到 那真的是有点状况 会让我们头痛的都是故意的 那绝对不是无心的 无心的客人我们觉得出门三不等 而且三级 所以那个都在所难免 而且有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在底下聊天 我们在宣布事情 所以听错这个我们也不太会去责怪他 因为有的时候聊开了 所以没注意 可是有些客人是明知道你八点半要出门 他八点二十九分说他要去上厕所 他到八点三十分浏览车门一关 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拿到 那之前在干什么 之前就在发呆 在聊天 在玩 在拍照 在做一些就是原来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 但是他却不去处理 这个我们就很明白 他是故意 但是基于客人最大 都不能明讲 你就只能一二再再而三 看到一再发生 可是如果你不处理 全台人就会怨恨你 就是导游领队怎么都不要求 所以就把时间提早 原来八点半出发 就先跟其他人暗示说 我们宣布八点十分的时候 你们大概八点二十五再来 然后因为其他人都很乖 我们不能惩罚准时的人 那一个人八点十分一到 一看到大家也都在附近活动 他就又开始来玩他那一套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磨出了一个 也一个暗修理的方式 这种人不能跟他硬碰硬 因为他脸皮超厚 千错万错别人的错 而且越讲他可能越故意 对 其实遇到这种事情 在我们服务业常常讲一句话 就以客为尊 对啊 我觉得以客为尊 这四个字啊 害死了一堆服务业的人 像这几天在网路上 不是有跟他买那个卤肉饭的 肉燥饭的 高雄的一个那个 肉燥跟饭要分开 肉燥跟饭要分开的 结果我看了那个老板 po在YouTube上面的 那个那一段的陈述文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今天我要买这些东西 我又没有收你服务费 我没有收你服务费 我就 我为什么要把那个饭跟肉燥给分开 他讲的头头是道 我非常的赞同 不然你跟那个夏德森 你去跟那个戴生意去买那个牛排啊 那个牛排跟面给我分开啊 那个什么 那个酱汁给我分开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因为他享受的高单价的东西 那所以说 我觉得以客为尊 今天客人跟我们领队导游之间 他是互动的 你尊重我 我绝对百分之一千的尊重你 是 我就会以你为尊 如果你今天不尊重我 那我就不太会尊重你 那今天像刚刚那个极客谈到 迟到的问题 我一定开中名义的 我就是抓着麦克风 当然全车的面前我要告诉你 但是我一定会好好的告诉你 我们不要迟到了 耽误大家的时间这样子不好 因为其他的客人等待我们处理 那我要处理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前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私底下讲 我绝对不私底下讲 因为私底下讲好像我们在求他 我不喜欢求人家 几个也不会求人家 我们就是直接调 麦克风一抓 那个李先生 李基民先生 拜托 你一定要好好的准时一下 不然大家都为了你耽误了 这样子不太好 说叶哥这样讲 不留给 不留他情面 今天我已经 大家都已经讲了 讲了以后 他还是不怎么样的时候 那不好意思 那不然就宣布集合的时间 他就提早半个小时 其他人晚半个小时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所以我觉得心形色色的客人都有 但出门去玩的时候 我觉得两个字就跑出来 家教 家教 我觉得家教 你这个人 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的 就什么表现 你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曾经带过 我曾经带过那一家人 那小孩子皮的不得了 爸妈对他没有办法 而且会打爸爸 打妈妈 打阿公 打阿妈 我说这个小孩子 真的实在是 然后呢 看了我举手就想打 我说你打看看 你打看看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没有礼貌 结果就回去 哭着回去 跟爸爸 投诉 跟爸爸投诉 然后呢 跟爸爸讲说 我打他 然后他爸爸就跑来找我 我说 那个领队怎么可以打我儿子 我说你哪个眼睛看到我打他 我儿子投诉说 那个什么 说说你打他 我说我什么时候打他 旁边有人看到我打他吗 打哪里啊 打哪里啊 小说打手 打手 手在哪里 我看一下吧 所以说你看 我心里面就会很纠结 那今天你先是个成年人 你还迟到 那你是不是上班也迟到 对不对 你是那个追女朋友 你也迟到 你吃饭也迟到 你人生永远在迟到 那没有办法 你人生就是这样子而已 反正我刚才讲过 我不需要每个客人都喜欢我 一个喜欢我就好了 但是其他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戴团二十几年 我认识好多好朋友 相同的key 物以类聚 人都会在一起 就像我跟阿吉 今天变成好朋友 我们相同的key 我们都很会修理客人 我们今天都很爱客人 技巧 对因为这种东西就是 人跟人物以类聚在一起 因为这个很麻烦 就是说你们也不能不处理 你们处理太硬 回去你们又被投诉 处理太软 人家不撩你 对 那这个分寸之间 真的不行 其实就反正几天一下就过去了 就忍一下吧 真的是忍一下 老死不枉了 对啊 因为下次我曾经 哎呀真的是 我曾经遇到过 我带客人去张家界 然后这个客人呢 回去投诉我了 回去投诉完了以后呢 那个因为不成立 不成立完了 隔三个月我又带到他了 那很尴尬 那个一对夫妻啊 在台中的一对夫妻 而且第二次出去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他们夫妻了 他们夫妻又迟到 但夫妻那远远的 从那个机场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一进机场看到我 看到我说 他的那个老婆跟老姑娘 你看嘛你看嘛 这是小叶 这是小叶 你不相信 你说怎么可能还会遇到 我说对 大家缘分到了 又遇到了 我跟全团介绍 这上次我带过的客人 某某大哥某某大嫂 我带团怎么样 问他们就知道 就看他们两个 那个 那个夫妻两个很尴尬 他一直点头 我們兩個應該算平保常課 常常要去解釋 不用解釋 因為平保委員都說 平保教練又來了 來學一下案例 為什麼學案例 我們去通常都準備充足 然後我們有沒有把工作做好 真的就在於通電話給客人之後 客人願不願意替我們作證 確實不可以工作沒做好 然後被投訴又死不認葬 工作有做好 其實我們去幫客人排機位 被投訴 那投訴完了之後 客人說我們是惡意的 那次投訴沒成立 原因就是大家都說阿極是好心 有先問 大家都同意 只是有人原來是全排的 但是他必須做到後面去 他再不爽 所以就借故發揮 所以這些的話我們其實都不擔心 到現在來說都不擔心 但是以前會覺得跑那個地方 一來是壓力 二來覺得是恥辱 是 對 可是那是錯誤認知 因為人生 今天五歲十歲 人真的是一樣米百樣人 而且現在加上我們這教改十幾年 越改越糟糕有沒有 你看那個客人 年輕人很多想法 對啊 曾幾何時看到高速公路 有人在馬虎 你不覺得這幾年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在遇到客人爛的程度 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嚴重 這個是確實有這個跡象 其實好的客人也有了 總覺得好像我們都在講爛的客人 阿極我們要有正能量 再點好的客人 有 我覺得好的客人還是有 好的客人能夠讓我們這個行程增涉不少 而且遇到問題 他可能會主動幫你們跳出來排解 對不對 讓你們減少你們的一些壓力跟負擔 然後給我們建議 我覺得你要怎麼做 有些東西的話 客人對客人講 比較有那個 緩衝 然後接受度也高 這個確實 因為客人跟客人之間沒有利益關係 那你們跟客人有時候會有利益關係 所以客人會比較不信任你們 如果你們帶頭出來主張什麼事情的話 像他本身又有所謂的被迫害妄想症 領隊導遊一出口 這個不知道想害我什麼 這個不知道挖了什麼 這個不知道 他這種負面能量太重 老實說溝通就比較困難 反而那一種人的話 面對自己同桌的客人 去幫忙稍微勸一下 那個效果都比較好 好 那剛剛我們提到這個 對客人的一些方式 那因為現在導遊領隊相對 其實從業人口也越來越多 那大家就越來越容易比較 所以一些做到一些基本的服務 都已經是很基本了 就是好像大家都應該做到一個基本對客人的一個服務這樣子 那我覺得你們自己慢慢這幾年這麼多年這樣子 有沒有自己去找出一條 你們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也就是你們的差異化 或者是你跟別人導遊領隊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的話其實我們 我跟小葉共同的地方就是我們 那個感知都很敏銳跟細心 那只是說大家肚子裡面的風格 還有裝的東西不一樣 像我本身是國內旅遊開始發展的 所以我就發現說 我們以前因為深度不足 然後景點也沒有那麼詳細 所以說其實口條介紹上面是屬於要累積型的時候 我們就會帶像是造型氣球 或者彩繪筆 然後送小朋友禮物 然後幫長輩準備獅子巾 準備熱毛巾什麼的 用這種比較廣泛的服務 來讓客人安心 我們都有去照顧到他 可是慢慢的就是說 因為時間會堆疊出內容量 所以說你開始在講一個地方的故事 比如說宜蘭的烏殺 你剛開始講的時候 好像在上課 客人大概聽三句就睡著了 因為你也是網路這樣硬背下來 對不對一開始 可是待到後面你會去發覺 每一種客人因為層次的不一樣 你要講烏殺的哪一塊 他會有興趣 而且就覺得好玩 那烏殺又可以帶到宜蘭 現在特產什麼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宜蘭沒有這麼無聊 不是曬太陽的地方 他反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還有像蘇花 現在不是崩了嗎 花蓮真的過不去嗎 其實不會 花蓮還是有很多方式 可以去那邊玩 那花蓮真的只有這麼好玩嗎 只有你眼前看到也不是 所以說這些東西 我就會跟想要入行的人說 有一些東西是時間堆疊起來的 可是在堆疊的這段過程裡面 我們自己用什麼東西去彌補的不足的這一塊 其實有很多方式 有很多方式 那我的客人普遍來說就是 都欣賞我們就是 雖然阿吉口條很好 反應也很靈敏 可是他們要的就是安心 這個人讓他一感覺就是很安心 願意信任 所以我對我們所謂導遊 領對這個職業下的一個註解 我們在扮演一個角色叫做 最熟悉的陌生人 這樣子客人不管老老少少 第一天都是戴著防彈衣 戴著鋼盔 戴著刺刀出門 因為都生怕被害 可是從第一天的晚上開始 阿吉阿吉 不管大人小孩 老人家都說阿吉怎麼樣子 他就主動靠近 那個就是成就感 這個就是我們在服務這一塊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 都不用講什麼 但是你心裡就好爽 因為有些導遊領隊他會塑造他一些 譬如說他對文史這塊很了解 或者是有些他會拍單眼 他就很愛幫客人拍照 然後給客人一些意外的驚喜 這樣子偷偷摸摸幫你拍了很多照片 那葉教授你 你自己感覺你這幾年 有沒有著重在哪一塊 其實我帶團 從一出道到現在 我幾乎用我的專業 所謂專業就是我剛剛講的 客人是需要被教育的 所以他們就叫我葉教授 因為我帶團就在上課一樣 因為我自己本身又是退伍軍人 那個預官的 那所以說那個 我會比較傾向於跟我的客人講道理 我都跟你講道理 那我會告訴你這條線要注意什麼事情 或是耳後你們要出去玩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就好像綜合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在聊天的那些東西 就是我跟客人講的素材 那你要選什麼樣的行程 你要花什麼樣的錢 那你出門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你可能飛機航班取消了 你不要去抗議 那個領隊會處理 那你要怎麼樣的燒案物照 我會著重這一塊 你算是一個比較理性的這個導遊領隊 我會告訴他 我會告訴他 以後你們出國的時候要注意什麼事情 航班取消了你們權益在哪裡 還有你們不要什麼在霸機 不要抗議 不要什麼東西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出國的人 他所欠缺的 領隊導遊不交的 那我為什麼知道這些 因為我會去注意 我會去收集這方面的資料跟資訊 出國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你什麼事情要注意 什麼事情你不要犯 你才會有一個很愉快的 那個旅遊行程 他遇到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或是我在跟我的團員聊天 最近發生旅遊什麼事情 復興航空為什麼摔了 他為什麼又會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樣的狀況 那你們以後要注意什麼樣的權益 我會朝這方面去講 所以說他們一般業界都叫 葉教授 葉教授 那個會叫的野獸 但是我是比較感性一點 那我都會跟客人講 那譬如說出國的時候 當我的導遊 他講的不夠專業的時候 我就會講我的導遊沒有講過的東西 我會去豐富這個行程 所以我跟阿吉都不是 不是一般的領隊 所謂不是一般的領隊就是 我們會抓麥克風 我們會抓麥克風 有些聽眾 有些聽眾你可能出國的時候 你發現你的領隊 一上車就坐在他的位置上 四五天不跟你打招呼 直到最後一天他跟你收小費的時候 他跟你打招呼了 有 我覺得這種領隊是最糟糕的 最不好的 最不入流的 因為他就把時間全部交給 麥克風交給導遊 所以我在帶徒弟的時候 我在教學生的時候 我說我最討厭的就是 你不說話的領隊 不說話的導遊 導遊是一定要說話了 那你不說話的領隊 你就不適合 那你要去充實 怎麼充實 領隊你聽導遊在講的時候做筆記 不是滑手記 要做筆記 你要做筆記 這個導遊講什麼 那個導遊講什麼 下一次我再來的時候 遇到另外一個導遊 他講什麼 到最後這些東西變成你自己的 你遇到十個導遊 這十個導遊講的東西 全部歸你一個人所有 然後你下次講出來的時候 人家就會 哇 你這領隊怎麼好會講 喔 極哥你怎麼那麼會講 其實我們不是很會講 不是天生就會講 是聽很多 聽人家講 我們自己也做功課 領隊不是把團領出去 交給導遊就好了 錯了 錯了 這是完全錯誤的 所以我會跟我的客人講一些 跟旅遊相關的 譬如說那個 我們到杭州啊 到什麼地方去 杭州附近有什麼城市啊 下次你們再來的時候 你們可以到另外一個城市去看一看 喔 是是 下一次來的時候呢 什麼季節 你們可以應該到什麼地方去看一看 然後下一次你們怎麼樣 我會給客人一個建議這個樣子 讓他們覺得說 他們有一個很好的旅遊的 諮詢的對象 我的朋友就是這樣交來的 有的朋友有我的電話 我都不曉得他是誰 我是某一年什麼時候 曾經被你帶過的 我們現在去哪裡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的手機 那個電話一直都沒有換 那我覺得我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你把我當朋友 你把我當朋友 所以我的FB上面都一些很好的朋友 都是有的已經跟我好幾年了 對啊 而且現在又有這個臉書可以追蹤 就更容易鎖定彼此的感情 所以我最大的成就就是 我希望我的客人 我的客人在下一團出去玩的時候 即使領隊不是我 即使領隊不是我 他們也一樣能夠玩得很開心 他們能夠會自保 他們知道怎麼樣去尋開心 因為花錢就是尋開心的 是這樣 不要說以前我們的領隊都沒有講 那就繼續這樣爛下去 我覺得一個團當中一個好的領隊 一個好的導遊 他絕對可以升華我們的團員的素質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做這件事情 我一直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教育也好 我就是要教育你 所以這個就是看你們 有些導遊領隊他的心態 他到底是把這些當作客人 還當作是朋友 如果當作是朋友 你當然不希望他下次到別的團會受傷 或是說有些不愉快的事情 對 如果是當客人的話 就這幾天照顧好就好了 不用管那麼多 後面的團是別的事 有很多領隊導遊就說 五天上班 我們可以看到臉書 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我說你得到什麼 你只是個賺錢的工具而已 你要賺錢 那你就不要出事情 你就不要出事情 你要交朋友 有些沒關係啦 反正其實我跟各位聽懂講 一個領隊一個導遊 他是整個旅行社的產物鏈當中的 最後的四分之一的那個執行的人 前面的四分之三廣告行銷業務 砰砰砰砰砰砰 站完了以後 四分之一交給領隊導遊帶出去的時候 其實成敗 這個行程成敗就在領隊導遊身上 最重要 這個行程真的好得不得了 結果被領隊導遊搞砸了 你花了錢去打水飄 不打緊還瘦了一肚子氣回來 還什麼五星級的酒店 還什麼五星級的規格招待 屁什麼都不是 我覺得很冤枉 客人的心態需要調整 你愛比較 你就好好的比 比完之後就請你很認分的 跟著這個行程走 不要再去外面 哎呀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回家看discovery最好 就是參加什麼行程 就要有什麼行程的準備 對不對 高價就是高價那低價就是低價 那如果你要低價 你就乖乖的跟著去購物站 去打發時間 對不買東西無所謂 沒有人會強迫你 真的沒有人會強迫你 因為會回來投訴的 會回來投訴什麼強迫購物 關門放口的 我告訴各位聽眾 都是沒有買東西的人 都是沒有買東西的人 你才會回來投訴 那沒有人強迫你 因為錢在你口袋裡面 對 什麼叫強迫購物 就是你允許別人的手 伸到你的口袋裡面 把錢拿出來 那個叫強迫購物 你既然都沒有把錢拿出去了 你回來投訴什麼強迫購物呢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真的花錢的 你並不一定會覺得有壓力 或是被強迫 因為你是心甘情願 除非你買到是假貨 那買到假貨當然又有另外 買東西的人永遠閒時間不夠 買東西的人永遠閒時間不夠 你不買東西的人 我告訴你一分鐘坐在椅子上 就好像坐在針上面一樣 而且這個合約裡面 對客人的保障占95% 比較偏客人 剛剛講的那個買到假東西 那個旅行社是要負責的 只要是旅行社帶去的 他回到台灣了都還有30天 一定是要協助客人處理 所以說這一部分的話 根本客人都不用去擔心說 旅行社敢安排一個 賣假貨的地方帶你去 而且特別是吃的 吃出問題 旅行社也是有連帶責任 對 所以說我們像現在大陸 不太賣購物景點了 他們是所謂的車上賣一些乾果 這間車購的話 那些東西甚至於更嚴謹的做法 是送來台灣SGS做全部的檢驗 合格的廠商才准賣 才可以在車上賣就對了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的話 有一些反應過度的客人就很無厘頭 他拿的是路邊攤的東西 然後回來告訴旅行社賣的東西不好 結果一問 根本就不是 他自己亂買 對 沒錯 好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 我們兩位資深的導遊 葉俊陽以及張珍吉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那在我們的節目的這集 一個下方也有他們兩個的 粉絲頁的這個連結 那聽眾朋友如果對他們有興趣 也歡迎加入他們的粉絲團 一起來追蹤他們的 每天的這個導遊 領隊的一個人生 那最後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粉絲頁好不好 你們大概都分享什麼資訊 我的粉絲頁 就是剛剛我講過 我可能以教育類的 提醒要注意你什麼 我大概是這些東西 然後不然就是我拍一些 我覺得還不錯的那個照片 在上面分享一下 出國該注意的事情 就知識性為主 對 我的比較以知識性為主 那阿吉的話 我這個旅遊世界就是 我本身愛攝影 所以說就是各地景點一些 大家不常看到的特殊風景 我就會特別把它秀出來 而且每一段時間做一個回顧 讓有的時候 有一些壓在比較後面的照片 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一樣的景點 但是不同的角度拍出來 那感覺完全不一樣 對 也提醒大家出國 其實就是準備好錢 準備好時間 然後重點是心要打開 對 千萬不要那種 導遊說什麼 不要亂買 他賺我錢那種 所以加入我們兩個粉絲團 有一個好處 就我是屬於知識性的 然後阿吉吉哥那邊是屬於整個娛樂性的 視覺性的 娛樂性的 對 我覺得各位聽眾如果不嫌棄的話 我們可以交個好朋友 謝謝 好 那我們節目時間到今天 謝謝 謝謝 謝謝